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再把這個1欄也帶進來 剛剛是F嘛 如果1也要帶進來 那其實規則都差不多 你只要在程式裡面怎麼樣 清除的部分的話就是再多一個清除 也就是清除什麼 把這一個複製一下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1就好了 也要先清1欄的東西 再清F欄 那兩邊全部 如果你一執行兩個欄位就清空了 如果你要另外一欄就選 所以多幾欄反正幾欄就再加 那這邊的話公式部分的話 其實也一樣 就是在這邊先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1 那1的部分的話就加在哪 加在上面 那丟公式嘛 把這個公式一樣把它複製一下 取消 那看裡面有沒有雙以號 沒有嘛 然後列號的話只有這個G2的2 所以其實就很簡單 把它貼過來 然後把這個2的部分怎麼樣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算一下算 and and 然後再一個i 然後把它控開來 這樣也就OK了 然後 那你說底下這個怎麼做 比較簡單 其實 我是覺得你乾脆 因為 這個MID的公式有沒有 然後呢 你重新再寫 也是可以啦 我重新寫的話 這個 那如果要改的話 應該什麼 就是 如果我們全部改不一樣 這邊的話 VBA點 MID 所以一樣是MID 然後呢 如果要把這個規則改成這樣 這個的話 就是 去哪個儲存歌 如果是G的話 就是寫成這樣子 Sales ID的G欄 OK 然後 豆點 哪一個字開始 那一樣4嘛 豆點 哪一個字 幾個字 三個字 後瓜糊 這樣也可以啦 有沒有 寫這樣子 寫這樣子 都可以 那只是說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一個是丟一串公式 一個是 在這邊處理完之後 丟那個哪個區而已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 那我們來看一下 清除 有沒有 這兩欄就通通清掉了 然後再輸出公式 所以他輸出公式是 輸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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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這個 只是因為太快了 啪 一下OK了 有沒有 只是這邊裡面是放什麼 放那個 有沒有 公式 清除 那如果說這個的話 你就是什麼 先丟 應該是裡面的最後的路 有沒有 那個區 所以你會發現 文山區 萬寧街 是丟實際上的東西 OK 所以各位應該可以看得懂 那個 兩者之間的差別 所以我再把那個 最後的結果 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我大概 剛剛只有增加 因為要 為了要區這一欄 所以我就是在增加這個 這個是清除部分 實際上我是拿下面 複製過來的 這個的話 其實也就是在多增加一個在上面 那這個的話 是把剛剛的公式 直接直接又轉成全部都VBA了 所以三個地方 OK 請各位 試試看吧 畫面再還給各位 然後 我又把那個程式 最重要的部分 一樣放在那個 雲端白板的第五頁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增加一個清除 這個地方的話 增加就是輸出 也是這個也是丟公式 其實關鍵就是這個地方 其實 而且用來用去 大體上 也沒有拖 跟之前差 那這個地方的話 最大不一樣 就是說 它是直接怎麼樣 去找到那個儲存格的位置 把那個儲存格裡面的位置的資料 帶過來 然後這邊切割之後再丟出去 所以特別注意 那個VBA裡面 實際上就是 會透過那個Sales 這個 這個物件 那Sales實際上就是儲存格 OK 那將來呢 我們這個Sales 慢慢還會再增加 可能用Range Range的話就是範圍 它也可以指某一個儲存格 那未來當然還會遇到像列 列的話就Role Role加S RoleS 那藍的話就Column Column 那個工作表就Shit 工作表Shit OK 也就利用呢 上面有的那些相關的物件 我們可以去控制它 並且透過程式的手段 讓它重複做什麼事 這樣回圈 像邏輯判斷 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 應該可以懂這個規則 特別是這個等號 可能有些同學也是因為之前數學的關係 可能一直覺得說應該是前面加完放後面 可是在這裡剛好顛倒 所以你特別注意 如果要把後面的資料運算完之後丟到前面去 這個等號其實上是把後面計算的結果 賦予到前面儲存起來 所以特別注意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一直 可能以前學的東西 所以有框框 你就框框在那邊一直跳不出來 所以這個可能也要慢慢習慣 不然的話 你會一直僵化在那個地方 所以有些舊觀念 你可能要先暫時把它拋掉 不要一直說拿那個數學道 是那個數學 這個又不是數學 這程式好不好 只是說符號有些是長的一樣 但是不完全一樣 這個概念可能要稍微清楚一下 把規則慢慢記熟 慢慢你就會寫了 說真的 套用套用久了 不就是這些東西嗎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後面就是在增加一個所謂的制定 有沒有就是 前面還有一個什麼插入 假如我不要按鈕 我不要這兩個 我是要插入函數 如果我要自己再增加一個使用者定義 叫做入接到的函數 那這個入接到函數就給地址 他就幫我把那個入接到的那個什麼 那一條路幫我抓出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上個禮拜有類似的東西 那一樣 第一個 我們要先寫什麼 寫方選 有沒有 方選 然後呢 名稱叫什麼 名稱就是叫做入接到函數 這個名稱我們自己取 那跟使用者要什麼 要一個地址 所以這個地址的話 實際上就是他會給我們 這個 這個位置 那當然跟SARB最大不一樣是 SARB是直接去抓什麼 抓這個儲存格的相對位置 那這邊的話呢 就全部改成地址 所以其實 如果你要拿上面來改也是OK的 你會發現一負 然後呢 IN3 這個本來是去抓那個位置 裡面的0 那只是把它改成地址而已啦 有沒有 那底下其實甚至 你可以把上面的那個 這些程式抓 把它複製貼過來之後 把這裡面的SALS ID的G欄 全部改成什麼 改成地址就好了 有沒有 其實兩邊是相通的 有沒有 所以我就不贅出 因為實在是都一樣的東西 那最後只有哪個地方不一樣 他這個是直接丟到F欄的相對位置 F欄在這裡 那我們的方選 特別主要 就不是了 因為是游標放在這上面 所以記得 一定是什麼 這個開頭一定是這個名稱 放在這裡 這個叫Return 就是返還資料 給 他會先給自己 然後因為你滑鼠游標放那邊 所以他就把 他得到的資料 再幫你丟到那個儲存格的位置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那底下有沒有 其實也是把SALS的ID的G欄改成地址 那其他後面都一樣 就不贅述 那就把資料丟過來 丟給方選本身 那方選因為游標是放在這裡 所以他就把資料幫你丟到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VBA 他好像就一連串的資料 一來一去 有沒有 拿資料 然後幫你處理完 再慢慢放哪裡 然後放哪裡之後再丟過去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 算是資料流的一個整個過程 OK 那就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好 這個是有關Function的部分 那假如你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剩下來你要統計 哪一個區 治安最差的話 那就簡單的 再來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什麼 插入 樞紐分析表 再配合樞紐分析圖 也就可以OK了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請 Magymmm 嘛 好 來 這個